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猜是你来了 嗯 能有一个让我暂时安身的地方 我很开心 我时常会独自欣赏窗外的景致 私下无人 内心也会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 明日之事不可知 但至少现在我拥有此刻的安稳 只可惜 我不能久居于此 不然我的刀就变盾了 那真是太感谢了 一年之中总有酷暑与炎冬 最热或最冷的那几天 对我来说也很难熬 这里的气候总是很舒适 能在这里悠闲地打发掉那段时光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可以啊 不过聊点什么好呢 我想想 最近到雨季了吧 有什么关于雨的话题吗 嗯 如果雨势很大 一般会找个地方躲雨吧 首选是山洞 不过如果山洞里有野兽 就需要先喝它较量一番 其次的话 会选择废弃的寺庙 不过那里通常四面漏风 还带着一股散不掉的霉味 如果实在没什么条件 也会在树底下躲雨 但是有雷暴的时候就不敢这么做了 会很危险 最后会试着去亮灯的人家碰碰运气 当然运气不好就算了 雨夜有人带刀来访 一般人都会下意识地警惕吧 知道了这个道理 就没必要去打扰他们了 反正天地广阔 总有地方可去 别担心 以外不会一直下雨 人生也不会一直阴云密布 在晴朗的夜晚抬起头 自然会见到漫天星河 嗯 请收下这个 听说故乡的枫叶已经染上了红色 很想回去看看 不过路途遥远 暂时回不去了 前几天在集市上闲逛 见到了保存良好的枫叶标本 就买了几枚 虽然不确定是否为故乡所产 但也能稍稍抚平此乡之苦 是啊 以前我也会在秋风起时收集一些枫叶 待在身上 在船上的时候 我也曾把枫叶洒落在海水中 看着它们飘向遥远的地方 也许也会有一个像我一样思念故乡的人 捡到其中的某一片吧 啊 失礼了 本该是由我主动邀请 我却独自沉浸在思乡的情绪之中 谢谢 那便以这枫叶为信物 与你就此约定了 等下次枫叶红时 共赴故乡 不然我的刀就变炖了 那真是太感谢了 一年之中 总有酷暑与炎冬 最热会最冷的那几天 对我来说也很难熬 这里的气候总是很舒适 能在这里悠闲地打发掉那段时光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嗯 首选是山洞 不过如果山洞里有野兽 就需要先和它较量一番 其次的话 如果实在没什么 但是有雷暴的时候 最后会试着去亮灯的人家碰碰韵 知道了这个道理 别担心 在晴朗的夜晚台 是吧 单纯从观赏的角度来看 染红的枫叶 也有着别样的美感 在我的故乡 人们每年都会观赏 红叶飘落的盛景 树上的枫叶 犹如红色的火烧云 落下的便是红色的雨 落叶在地上积满厚厚的一层 秋冲鸣叫 野鸟徘徊 啊 失礼了 本该是由我主动邀请 我却独自沉浸在思乡的情绪之中 谢谢 那便以这枫叶为信物 与你就此约定了 等下次枫叶红时 共赴故乡 差一终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